這個老四呢 黃明德就是這個兇手 他一直認為說你們派幾位 為什麼每個兄弟都這樣 為什麼我是這樣 就給我掛個董事而已 每個月都播個十幾萬 那你們都這樣啊 你們過得那麼好啊 他先拿出槍來 他並沒有怕 然後拿出槍來之後 然後二哥頭上這個地方 砰砰兩槍 人家說對空泥槍啊 砰砰兩槍恐嚇他 他二哥還是沒有怕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就抓狂了 所以就槍從頭 就從頭上直接吊轉 朝他的臉跟朝他的脖子 就兩槍下去 講到我前天裡面 你不要喝酒 你不要喝酒 謝謝 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請問486 我是代班主持人傑西卡 美麗華摩天輪 是大直的著名地標 美麗華集團呢 他在第一任黃信中的 打理下作用千億資產 還橫跨了百貨公司 飯店肉品業和房地產 更曾經是大直的三大地主之一 但是資產多成員多 紛爭就多 在2015年 美孚集團就爆發兄弟槍擊案 震驚社會還造成三死 究竟這個美麗華家族 是如何的興起和壯大 我們今天很榮幸的邀請到 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瑞德哥 嗨大家好 剛剛主持人在講 美麗華集團對不對 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講 這個不可思議的 台灣犯罪史上的豪門槍擊案 因為他們家很有錢 但是我們其實大家老百姓 我們一般人不太了解 他是怎麼回事 可是知道他很大 他很有錢 因為他們非常的低調 然後呢 可是問題是 這麼低調 這麼有錢的家族 竟然會爆發兄弟戲牆 直接弟弟拿槍開槍 打死兩個哥哥 然後最後自己在自殺 砰一槍 然後從高樓上砰下來就對了 那一天嚇死所有的人 2015年的11月5號上午10點 所以嚇死很多人 為什麼 有錢人怎麼會爆發這種事情 我們唐廳道頂多就是 爸爸死 咱們人死後大家爭慘 爭慘的啊 怎麼會演變成 到後來變成一個命案 而且是不可思議的 豪門 好像在豪門爭奪案的命案就對了 那在這個之前 我先告訴大家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 美麗華集團是怎麼回事 剛剛講的黃信中先生對不對 其實是美麗華集團最早的掌門人 那麼黃家他們自己本身 其實在台灣幾大家族 比如說我以前的老闆 自由時報老闆創辦人林榮山先生 他們的林家三重幫對不對 他們的崛起 王永慶先生的崛起 一些張家的崛起等等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塊 那不約而同是 年輕的時候或小時候 家裡很窮 都是家裡很窮 像主持人可能不知道 高雄市這麼大 高雄市舊的高雄市區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是在陳家的手上 陳家家族 整個陳家叫四分之一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買個房子 貴得要死對不對 有四分之一的土地 大型的倉儲量販店都是跟他們家租的土地 那你就知道他們的土地有多大 那我們現在講的這個美利華集團 也是擁有非常多的土地 這樣講好了 台北有一個地方很有名叫大直 大直是高級住宅區 非常安靜的一個地方 高級住宅區 一萬兩千多坪的土地是他們家族的 大概依照現在來算的話 超過千億以上的市值 那你就知道當然土地就這麼多 那美利華集團 通常美利華集團 那麼我們講美利華 像以前有個美利華大飯店 因為我父親以前從事旅遊業 做日本的觀光客來台灣 我們接待就對了 所以我在大概快要四十幾年前 那麼我就有接觸這一塊就對了 那時候大部分的日本客人 都投訴在美利華大飯店 美利華大飯店大概有四五百間的客房 很多日本觀光客都在 因為剛好在中山北路的這個 等於說這個路口 非常方便就對了 那美利華大飯店是黃信忠先生的 等於說他也是在手筆節做衣就對了 那他們家其實一開始 是有一塊烏瓦 我們那個烏瓦開始的 那真正讓他們賺大錢 不是這個烏瓦 是做什麼 是台灣的 我們每個人冬天都會穿的羽絨衣 羽絨衣為什麼 裡面有羽毛 裡面的羽毛哪裡來呢 裡面的羽毛是從他們家去收購 那時候基隆河 從整條基隆河到處都是養壓人家 到處都是養壓人家 從上游一直到中游都是養壓人家 所以收購他們的這個鴨毛 鴨毛收購了以後做成羽絨衣 你不要小看台灣羽毛 你現在看我們在台灣 現在羽絨衣占的很大的這個市占率的 台灣羽毛就是他們家的 他們家的家族 他們做這個起家 那賺了錢以後呢 就跟其他家族一樣 林家是這樣買土地 那美麗華集團就是因為他們這樣經營 當時後來經營 蓋了這個美麗華大飯店 美麗華大飯店剛好 我跟你講真的 大概三四十年以前 剛好是日本客人來台灣最多的時候 他們日本客人出手非常好 有一齣戲劇不是叫華燈出上 我告訴你 四十年前 我就一天到晚在那邊出上出下啦 你知道嗎 那電視演的是現在 跟以前的這個條通區 其實是不一樣的 以前條通區跟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年輕嘛 我父親常常要買東西送去給日本客人 以前的日本客人 他們喜歡吃什麼 吃鳳梨酥 他們喜歡吃台灣很油膩的東西 然後去拉肚子 為什麼 因為日本東西都是很清淡 淡而無味 來台灣就要吃川菜 說要吃台菜要很油 一吃就拉肚子 拉肚子沒有關係 再吃蒸鹿丸就好了 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常識 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不敢吃蒸鹿丸 跟她說 吃三顆蒸鹿丸馬上就好了 蒸鹿丸的蒸是蒸戰的意思 露 露西亞就是俄羅斯的意思 俄羅斯以前就叫露西亞 日俄戰爭 他們為了要打俄羅斯 為了打俄羅斯 以前的羅薩國就對了 所以在發明這個蒸鹿丸 是這樣來的 味道很難聞對不對 但吃了以後馬上腸胃就OK 那個是蒸鹿丸 百年歷史蒸鹿丸 一支拉肚子就是當兵的時候 把把把把把 前進前進那個意思 在這裡順便讓大家當點常識 那你就知道當時日本人來的時候 那美麗華大飯店開了嘛 他們就習慣從機場 然後就把客人載到這個 美麗華大飯店 然後在美麗華大飯店的旁邊 開了一家 黃信聰先生就開了一家 逢來百貨賣什麼 他的地下室是餐廳 客人先去地下室吃飯 用餐 吃完了以後 就吃完那個很油膩的東西了以後 趁他們還沒開始拉肚子的時候 帶到樓上去逢來百貨買東西 我們平心而冷 那時候日本客人出手對不對 我們現在常講說陸客 以前陸客買很像 很像第一坨陸客 中國的大陸觀光客來台灣 買的用手筆 我還記得我爸爸那時候他看 其中有一個日本觀光客 看中了一個紫檀木的神桌 台幣100萬 那結果會有回扣什麼東西的嘛 但是對方很強硬 我父親靈機一動 自己跑到大溪 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 自己請報官行把他送過去 賺那個錢就對了 單單一個神桌 標價100萬 事實上他的造價可能不到一半 你就知道那時候很好賺 賺日本人的錢很好賺就對了 那他也因為這樣子 你看其實所以什麼一條龍 當年就一條龍了 飯店餐廳 然後買東西 對就一條龍起來 那他也帶動了整個我們平心而論 對不對 美麗華大飯店 剛好美麗華集團也帶動了 後來越帶越大嘛 對不對 集團越來越大 所以後來在1999年的時候 黃江先生他年紀大了 所以後來他跟他的兄弟 那麼大家就分成三塊 就把整個美麗華這麼大的集團 分成三塊 算是分家 類似分家的概念 就是三塊 不過他們這三塊是 就把股份切得乾乾淨淨 也就是說不會有交叉持股 到時候我們這邊又跟那邊 然後吵了要死要火了對不對 他們沒有 所以他們就是第一個 就是美麗華集團 然後第二個呢 第一個就是 對德安 我們現在聽到了德安什麼東西 德安什麼東西 德安企業 第三個就是美福集團 美福集團就是現在美福飯店 還有最有名的 那個高檔的牛肉麵 高檔的牛肉 你進到美福裡面看 哇 都是那個好棒的牛肉對不對 那很多廚師都會去挑 頂級牛肉都在這個地方 那麼事實上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那你認識一下 什麼叫美麗華集團 他們這麼大 然後單單 我就跟單單土地 大值這一塊就價值千億 不過他們有個習慣就是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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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分了三大區塊 不過三大區塊裡面呢 他們沒有分家 也就是沒有說 我們自己再把它分成小塊 小塊 小塊 他們也是用股份懂事對不對 也是自己在自己 自己家族 這樣子 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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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三塊就對了 那麼後來啊 我們要講到這場悲劇對不對 其實是在第三塊就是 美福集團裡面 說坦白的 如果美福集團 不要發生這場悲劇 我跟你講真的 美福的前途對不對 可能比現在不曉得 要大多少倍 怎麼說 因為跟一個人有關係 跟他們家的老三黃明仁有關係 黃明仁是誰呢 剛剛不是講那個鴨子 那個羽毛 鴨子 基隆河的鴨子 收購羽毛了以後 你不要以為收購羽毛 你會收購人家也會收購啊 你會做羽毛 很容易人家也會 我們一窩蜂 我們最厲害了對不對 所以他在處理這個 相關收購羽毛的事業上面 讓皇家的長輩非常的欣賞 很有商業頭腦 他非常有商業頭腦 談判佛老跟阿薩里的個性 所以他讓人家一開始搏糯 跟人家混在一起打成一片 讓這些基層的 這些養腰人家 跟大家都非常的相信他 所以他在收購 鴨毛的這個過程當中 就展露出他自己本身經營管理 你不要以為有錢人就會經營管理 不一定 有些人一下丟這個 都弄學什麼 學什麼都學不會 你知道嗎 雖然他有錢人他很想上進 可是問題是他就是學不會 那麼黃明仁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後來才會去想出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 頂級牛肉麵 很有商業頭腦 牛肉麵你想 錢我一百塊啊 頂多一百二啊對不對 貴一點兩百塊兩百五嘛 頂級牛肉麵 還有這個販賣這個所謂的 美孚的頂級牛肉這塊 就算即便到現在 那麼台灣有很多地方進口 各式各樣的和牛 上等和牛 但是要集體最好的 最大規模人家會去挑選的 上品的地方 還是以美孚集團為主 這就是他的頭腦 他非常有經營頭腦 那時候呢 你要知道老一輩的奇異家 他們有錢了以後 想要有社會地位 那有社會地位怎麼辦呢 能夠擁有自己一間飯店 該有多好 比如說 圓山大飯店 那時候所有的這個政 世界各國的政要來了以後 都去住 鄭商民流都住圓山大飯店 那比如說中山北路的 幾個大飯店 國賓大飯店 後來的精華大飯店 然後呢大家 麥克吉克森也是住在 這個精華大飯店的頂樓 那個總統套房 那時候我負責跑這個新聞 一堆 那個影迷對不對 每天在下面幾百個人 哈啦 麥克爾 然後結果後來發現 上面突然間有一個人在玻璃 給大家揮一手 然後尖叫尖叫 幾次以後發現 根本就不是麥克爾 什麼啊 那很好笑 但問題就是五星級大飯店 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所以他們後來就決定 那麼有錢的 有這個等於說要開拓更大的一個市場 才去想要蓋這個 美福集團的美福飯店 現在也做了有聲有色 大指第二家真正國際五星級的大飯店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需要一期安台北需要更好 更棒更新的真正五星級的大飯店 這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那時候黃明仁的想法 然後呢他就往這邊蓋 投注了幾十億 他那時候號稱快上百億 下去蓋美福飯店 那麼也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整個美福集團 整個集團在他手上 事實上是哥哥啦 弟弟這些支持他 他們就是認為三哥很有經營頭腦 那麼他的爸爸呢 有大房跟後來的再娶了二房 那外面還有沒有關他們家姓的兩個孩子 那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事實上在2015年的 這個11月5號的上午 本來是因為他們後來跟二房之間 那麼其實他的前一天剛好是 黃信忠先生去世 掌門人 就是真正整個大美利華集團的掌門人去世 是1月4號嗎 去世 然後隔天就發生了這場悲劇 那當時他們並不是為了 因為已經都分家了嘛 那並不是因為黃信忠先生 是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大房跟二房之間 有關事糾紛 那裡面搞得這樣 也是搞得很多 搞得很多 包括這個大房的孩子 大房的兒子之間 然後跟這個等於說 大房的兒子之間 跟這個二房的這個繼母 對不對 之間為了爸爸的骨灰的問題 也搞得軟七八糟就對了 也去修骨 你知道感情就已經破壞掉了 這樣修骨 然後呢 好多好多的這個等於說恩怨 家族恩怨 不過問題是發生事情的 並不是大房跟二房 並不是 他們本來是要來商討 有關於大房 這叫做大房跟外面兩位 姓別人姓的這個相關 大家聯手六個人 要來商討相關 因為他們大哥是住在夏威夷 大哥長年都住在這個夏威夷就對了 然後呢 結果他們本來是要商討 跟二房之間的官司是要如何來處理 結果沒想到那天開會的時候 開會了以後呢 其實就在哪裡啦 就在這個美湖集團的大樓 那個七樓 董事長的這個會議室 這個那樣開會 開完以後 其實開了半個小時就開完了 開完以後本來沒有什麼異狀 就吵吵鬧鬧 然後有一些意見的表達這樣子 他的老四叫做黃明德 那麼老四黃明德對不對 他的個性脾氣暴躁 他自己本身據說年輕的時候 也跟這些道昌弟兄來往過 然後自己本身也有黃愛自由 跟這個所謂的槍包彈牙 到一些管制條例的前科 脾氣有暴躁 結果呢 說來也諷刺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發生事情的 其實當時的負責真正的掌門人啊 三哥黃明仁跟二哥對不對 是最疼他的 是對他最好的 那因為他的個性的關係 他不適合 有些人就不適合經商 有些人不適合經商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最後 最後就會變成爸爸其實都有交代 好就是你們兄弟都要那個嘛 都要彼此要照顧嘛 彼此要怎麼樣怎麼樣怎樣 但問題是他就不是那一塊料 他不是那一塊料 但是他後來給他掛一個 董事的一個頭銜在那邊啦 為什麼 因為你要掛董事的頭銜以後 公司才能播月薪給你嘛 那每個月播個十幾萬給他 黃明德的一對子女呢 也在國外讀書生活這樣子 那一天是因為他跟二哥 二哥個性比較耿直 也是耿直的 那他個性比較火爆 結果他開會的時候有爭執 就對他們堅持的東西 有爭執就對了 那這個老四呢 黃明德就是這個兇手啊 他一直認為說你們排擠我 為什麼每個兄弟都這樣 為什麼我是這樣 就給我掛個董事而已 每個月都播個十幾萬 那你們都這樣啊 你們過那麼好啊 那只看到 再來美華飯 美福飯店要開了對不對 哇不得了那整個 你們的身份地位跟我 我怎麼會差那麼多呢 怎麼會是這樣呢 他沒有去想到自己 有的時候有些人是這樣 他只想到我自己的 我為什麼要過這樣的生活 為什麼我們家族是這樣 是那麼大那麼風光對不對 可是我卻這樣 我每個月只靠你們好像 好像在接濟我一樣 每個月只有十幾萬 還要跟你們伸手 還要跟罵我你知道嗎 還要跟我吵架 結果他一口氣 他那天應該不知道是不是預謀了 但問題是沒有預謀的話 身上為什麼會帶槍呢 對 這就是重點 他那天身上帶了一把 義大利製的手槍 然後結果呢 到了現場開會完畢半個小時 不歡而散就結束的時候 他突然間 大家都要紛紛要離開 那個會議室的時候 突然間叫住了他二哥 這位二哥 然後他叫住了二哥 黃明黃以後呢 黃明黃想說 可能是有什麼事要跟我講 他叫住他了以後呢 來到他的前面 你知道這個二哥 脾氣多耿直嗎 他先拿出槍來 他並沒有怕 然後拿出槍來以後 朝二哥的頭上這個地方 砰砰兩槍 我們南公對空名槍 砰砰兩槍恐嚇他 他二哥還是沒有怕 還是沒有因為這樣就屈服 因為可能是個性的關係 他們一般人會害怕對不對 他並沒有屈服 所以就抓狂了 所以就槍從頭上直接調轉 朝他的臉跟朝他的脖子 就兩槍下去 就直接要了他二哥的命 那開槍打了以後聽到槍聲 掌門人就是老三 黃明仁 趕快回頭過來 他發現不對 他要知道是怎麼回事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要勸家 就沒想到 沒想到平常對老四最好的 尤其是老三 因為老三的個性是 他是一個比較八面玲瓏 有交際手環的人 結果他本來是要安撫他 他不要再這樣 可能是沙鴻岩 結果沙鴻岩以後的黃明德 朝著要來趕來 等於說要來幫他勸家的三哥 六槍 打了六槍 直接六槍全部打在他身上 然後後來 其實還有老五 老五黃明堂 他看到了以後他衝進來 可是他看到了他的四哥 拉槍 然後兩個哥哥倒在地上流血 他知道事情不對 所以他趕快扭頭就走 這時候還抄了他開了五槍 但是沒有打中他 還是抄了開了五槍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跟他們不同姓的 另外兩個兄弟其中一位 也有進來看 但是他要講了一句話 黃明德就講了一句話 這是我們黃家的事 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沒有跟他們一起姓 都是兄弟 爸爸應該都是同一個人 但是他認為說你跟我們不一樣 意思是我們自己恩怨就對了 我們自己撩斷就對了 所以放他一馬就對了 他趕快跑掉 然後五弟當然跑了以後 趕快報警 警方就趕快衝到現場來 那衝到現場來了以後 一腳全副武裝 然後槍上膛這樣 然後踹開這個會議室的大門 然後那時候已經 第一眼就看到兩個人倒在地上 那看那個樣子大概是沒救 但是這時候還不敢冒然去救他 為什麼 因為老四 那麼黃明德呢 他拿了一把槍 他站在落地艙外面 他外面沒有欄杆 然後站在那個地方 把槍抵住自己的下額 那一看就是要做傻事的嘛 所以那時候警方趕快喊話 警方因為想知道是為什麼 所以呢也趕快喊話 叫他不要做傻事 但是沒有用 為什麼他看到警察衝進來就知道 我就算投降 我就算把槍放下 我還是會因為 殺了我兩個親兄弟對不對 在場他有前科啊 然後也會因為這樣子 被他們抓進去 到時候就算不是判死刑啦 關無期徒刑 我不知道要關多久 所以呢警方進來 叫他不要做傻事 其實那個時間 只有10秒鐘而已 短短10秒鐘 他不等警方勸說完畢 砍了一槍 然後砍了一槍 自己打進去了以後 就失去意識了嘛 因為沒有欄杆 所以砍就摔下去了 整個人摔下去了以後 警方趕快下面的警方 也趕快跑過去看 那把義大利製的手槍 還掉到那個貨櫃的上面 那趕快封鎖幹嘛 那媒體就聽到風聲 又嚇了一大跳 怎麼可能 那麼有錢的皇家 怎麼可能還是槍擊 還是自己兄弟 殺自己兄弟 所以呢一堆媒體 就全部都跑去了 然後趕快封鎖現場 趕快查這樣子 那麼警方那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查清楚 第一是怎麼回事 第二還有沒有共犯 第三還有沒有武器 所以後來就趕快 衝到了黃明德他家去 果然在烤箱裡面 黃明德還藏了一把 德制的制式手槍 還藏在裡面 所以他事實上 有兩把的這個制式手槍 行兇的義大利製的手槍 跟另外一把在家裡 找到了這個德制的手槍 但問題是他的子女 都不知道爸爸為什麼這樣 只知道說爸爸就是 有時候會抱怨 那他的這個訪問 他的鄰居親友也說 個性暴躁 然後呢會抱怨 常常認為說對他不公 你知道嗎 然後呢對他不公了以後呢 那麼就會 但是都沒有人聽到說 就是要幹掉他自己的兄弟 就對了 因為這種事情 畢竟匪於所思了 但是他不滿 他非常的不滿 非常的這個 然後把他的憤怒 那麼就發洩出來 這三台廚師機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只有486是最新獨家 第五代19公升 外面都是舊款 不要買錯了 486販售這一台才有 全新優化的30項安全裝置 以及紫外線消毒功能 還有最新款的 才能當空氣清淨機使用 花樣的錢 大家要買最新最多功能的 趕快搜尋486廚師機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親兄弟為什麼會這樣做 還有就是親兄弟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舉我們自己家族的一個例子 這是我第一次在電視上說 但我們這個媒體裡面說 為什麼 我自己親身遇到了 小時候 家族裡面如果出了一個這樣的人 那個我剛才講 對你的傷害跟你的騷擾 是你無以復加 而且你不知道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人 我有一個我爸爸的弟弟 我到現在都不願意叫他是叔叔 為什麼 我都說他是我爸爸的弟弟 我爸爸的弟弟 那麼從我懂事以來 從我懂事以來 因為我爸爸去日本 然後去經營 日子過得不是那麼好 然後我母親那時候 在我小時候 做我記憶力有來 在萬家的冬元街 就擺一個小東西 賺一點零用 因為我們有六個子女 學費 生活費什麼東西 除了爸爸寄回來 從日本寄回來之外 我們還得繼續 所以我媽媽也過得很辛苦 有時候我們跟著 小時候跟著這邊賣那些雜貨 有的不會這樣 但是我這個爸爸的弟弟 他就一天到晚來 他就有手好錢白吃白喝 然後把所有的爛攤子什麼東西 都丟給這個大嫂 就是我媽 我爸爸是長子 然後什麼東西要在我們家來 然後什麼東西 他是吃定你 然後來跟他要錢對不對 你不給或是給的比較少 就把你翻攤子 你知道嗎 就把你翻攤子 那時候我年紀小 我就一直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們 但是問題是你很小 你跟他出去也是被他打 被他幹嘛這樣 所以我從小非常痛恨 這個爸爸的弟弟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年紀越來越大 還是在鬧事 我父親從日本回來了以後 想說這樣不行 就用一筆錢 就每個月固定一筆錢 麻煩故鄉 我要給郭鄉一個家庭客 所以西口是鄉下 麻煩故鄉的長輩 幫忙照看一下 因為畢竟認為說在鄉下 他比較不會這樣作亂 結果不是 他到鄉下去 還是每天喝酒 然後去賭 弄個亂七八糟 弄個故鄉亂七八糟就對了 然後故鄉也是非常頭痛 最後他自己受不了 又從故鄉又逃回了Manga 又逃回了台北Manga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逃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高中了 那高中了以後呢 因為我很喜歡爬山 然後呢 我會擊劍 我家裡有木劍 會擊劍 然後呢 那麼結果呢 有一次 他帶了兩個女的 不曉得是阿公店的什麼女的 或怎麼樣 坐計程車來到我家的門口 我上來要錢 按電鈴要錢 然後呢 跟我媽硬要幾千塊 我媽不願意給 結果他就拼命敲門 踹門幹什麼 這時候我已經長大了 我木劍拿出來我就衝出去了 我跟你講 木劍拿出來我就衝出去了 你再不滾對不對 先把你打下去 再叫警察把你抓走 他從來沒有發現 他從來沒有發現說 這麼小個兒的這個 突然就變大了 而且槍大到可以跟他對抗 對不對 像獅子一樣長大的 對 我可以滾出去 要不然的話我直接不肯就給你銷 你看我敢不敢 然後他被我嚇到 結果趕快就敲敲的就 黑人不打 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滾出去了 以後呢滾出去 我就在上面破口大貓說 再不滾我就報警 結果我就平衡懵著就離開了 那時候我最後一次遇到他 那麼後來等到在聽到他消息的時候 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他在我們漫画 無神家東方家的小公園 我都叫他三角公園 在這個地方跟人家怕灌牆賭博 結果跟人家起衝突啊 被一個小流氓拿個扁鑽 刺死在那個小公園 各位要知道 一直到他傳來被刺死的消息 我們所有的家族 大家突然間鬆了一口氣 聽清楚 他是我爸爸的弟弟 是我阿嬤的兒子 但是到他被刺死 我們才真的鬆了一口氣 你會覺得說他怎麼會這樣呢 什麼親情什麼倫理 我跟他一點親情都沒有啊 從頭到尾從小到大 他就是可混的人啊你知道嗎 他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的對待別人啊 他怎麼可以自己這樣幹啊你知道嗎 對我來講他就是我爸爸的弟弟 我跟你講後來他火化了以後 本來放在那個鈴骨塔 後來我們各自兄弟姐妹 各自出了一筆錢 蓋了一個家族墓 就是小型家族的那種鈴骨塔就對了 後來呢 還把他從這個外面的鈴骨塔呢 把他送回來 我告訴你 現在我是我們家族的長子的代表 我每一次都會買 現在因為平常高樓大廈的台北 都不准人家燒金子嘛 只能在掃墓那天燒金子嘛 我都會多買一些金子 多買一些這個墳墓還可以燒 要注意安全的情況之下 燒的時候我都會順便講 今天是看我爸爸的面子 不然你這個爸爸的弟弟啊 你一毛錢都分不到我告訴你 我就是這種個性 你懂我個性吧 你怎麼可以做 做人怎麼可以做到這種程度啊 就因為你是我爸爸的弟弟 阿嬤的兒子 你就跟人家欺負人成這個樣子 我就在講 有人就是這種個性 這是我自己本身有遇到 從小看到爸遇到的狀況 有些人那時候我還記得 有些人跟我講 他怎麼可以去打 怎麼拿木劍要打叔叔 因為你沒遇到啊 你老師咧 你去遇到你試試看 對不對 我為什麼那麼生氣 我現在講還那麼生氣 我跟你講 現在我當家做主了 我真的我每次去掃墓的時候 看我爸的面子 看我爸的面子給你一點點分 我跟你講啦 我在燒的時候 都在心裡面直接講 這一袋是給誰的 這一袋給誰的 這一袋給誰的 誰都不能來搶 你知道 順便燒一點給牛頭馬面說 你負責分 就這樣子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就是說 當你家族裡面有這樣人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遇到的時候你怎麼辦 你不要以為說好像很天真很容易 不是的你知道嗎 不是你想像中那樣的 不是說我不要插頭就好啊 不要插頭 不要插頭像黃明德一樣 就開槍殺自己的兄弟啊 你不會發現你做夢都想不到嘛 好故事都還沒有講完 黃家的故事照理來講 那怎麼辦 馬上要試營運啊 美湖飯店要試營運 號稱是大直最豪華的飯店要試營運 可是問題是掌門人黃明仁 已經被他的弟弟給槍殺掉了 那怎麼辦呢 亂成一團嘛 那整個群龍無手亂成一團嘛 那怎麼辦呢 好 那後來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呢 因為明年要正式開幕 現在要試營運 所以找了一個陳姓大股東 就是因為美湖集團 因為他要他很大 所以必須要各種不同的股 所以呢後來呢 像他們黃家是占了30%以上 然後呢就找了這個陳先生啊 這個陳先生 陳先生做人是人人好 他是一個 按部就班的一個好人就對了 老好人啊 所以呢他後來 美湖集團就一樣 這個就開幕了 試營運了 後來也正式的這個營運了 那幾年也營運了 這個有聲有色 也都不錯 都賺錢等等啦 那麼到後來啊 那麼美湖飯店呢 經營到過 到了一段時間了以後 他覺得應該要交棒 所以後來呢 他們到後來 就把這個經營權 重新交回到黃家的手上 那重新交為什麼 因為其實啊 那麼他們自己的手 他們包括這個股東裡面 其實都有自己的事業 你要去好好經營這個 美湖飯店 需要投注大量的心血 那所以呢 他們決定還給黃家 那主導經營權還給黃家 讓你們黃家好好去經營 那後來就交給那個 幸免於難 也就是說 幸免於難的這個 老五啊 黃明堂 就交給他 結果戲劇化的這個劇情 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 黃明堂只接了一個月 董事長就被拔掉了 被誰拔掉 被自己的三嫂給拔掉 也就是最有經營頭腦的 這個黃明人的遺孫 他的太太給拔掉 為什麼拔掉 原來是因為黃明堂的 經營方向策略 跟這個黃家 他們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樣 他很急著要開園 又要截流 所以對於一些老臣 大臣的看法 跟其他人不一樣 結果你知道 因為你有時候太過於 動作太大 那有時候 這個家族的長輩會覺得 你好像沒有尊重我們 那是卡金摩吉的問題 就才一個月而已 那麼就結合了其他的股東 直接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股東大會把董事長給拔掉 那拔掉的方式是怎樣 不是直接拔他 美孚飯店的這個等於說動作 不是 因為呢 美孚飯店其實是 我剛剛不是說 他們是做鴨毛出身 是台灣羽毛 台灣羽毛公司 那麼黃明堂那時候 還兼台灣羽毛公司的董事長 所以因為美孚飯店的董事長 是因為你是台灣羽毛的法人代表 所以我直接把你台灣羽毛的動作拔掉 拔掉以後再撤銷你法人代表 那你就不是法人代表 那你當然也就不是美孚飯店的董事長 所以就把他拔掉 兩個董事長都把他拔掉 哇 事情大條 為什麼呢 拔掉以後事情就大條 為什麼 因為就變成家族要拔掉 又要告了 而且這一次不是這個所謂的 大房跟二房之間的官司 這一次是大房戲牆 直接告 那麼後來這件事情就驚動到 這個人在美國夏威夷的老大 就是他們大哥 他們大哥人在美國 比較不管這些事情 那後來因為 因為眼看這樣下去的話 美孚集團又要經歷到2015年槍擊案了以後 又一個腥風血雨 後來他不願意看自己的家人變成這樣 所以他從美國回到了台灣 請出了那麼他爸爸的這個姐妹 他的姑姑 然後呢 請大家一起坐下來 好好地談 那經過了家族會議談完了以後呢 好 黃明堂 這個五弟對不對 就讓你繼續當台灣羽毛的董事長 然後呢 那麼這個美孚飯店的部分呢 就由三哥的遺孫 他們這一派這一派人對不對 來負責經營 就各自有各自的方法 那大家公民的 公民的 我們家族因為都是自己人 而且事實上也沒有深仇大恨 只是在經營的理念上面 不一樣這樣而已 所以後來就經過這樣子 終於大家鬆了一口氣 終於鬆了一口氣 就是美孚集團的第二次革命對不對 沒有發生 最後就重新帶大家坐下來 談了以後 就各自分家 然後各自保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就對了 那這件事情啊 其實就是我們從美孚集團的槍擊案 一直談到了美孚飯店的後來 那當然其實美麗華飯店 自己美麗華集團對不對 美麗華的集團 因為後來美麗華飯店拆掉了 結果美麗華飯店拆掉以後 重新再蓋 然後重新再經營的有聲有色 我們現在看了 大直的美麗華影城啊 還有什麼 當然問題是 美麗華這一邊這一塊對不對 又有自己的問題 又是兄弟之間啊 兄弟姐妹之間 又是為了經營 然後為了處得不愉快就對了 聽起來瑞德哥想要再談一集 所以這件事情在告訴我 我們的父母沒有留給我們那麼多錢 有時候未必不好 因為但也不一定的 有時候我曾經看過為了10萬塊錢 兄弟反目 趕快收拆啊 10萬塊啊 只為了10萬塊錢 那爸爸媽媽留下10萬塊 到底是你拿到哪裡去了 我沒拿 那是用來做什麼 並讓我不會這樣 就對了 你知道 兄弟之間為了10萬塊的遺產 就對了 所以有時候啊 那麼說起來是一場悲劇啦 不過也就是說 歷史的事情有時候從以後 現在我們當然是事後諸葛去看了 從這個黃憲仁先生一直到黃明仁 一直到黃明仁 然後一直到他們 他們如果在他們人生的思考上面的布局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事後諸葛 是外人這樣看 好像我們旁觀者清一樣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不一定 當然問題是很可惜 歷史不能重來 所以像這一件的這個槍擊案 就成為我們台灣犯罪史上 唯一一件就是豪門恩怨 然後竟然是開槍槍殺自己親兄弟在尋短自殺的悲劇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瑞德哥來到我們現場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關心國內外的大小事 或是你對我們這一集的內容 有些什麼心得和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請問486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問486團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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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由486團購提供 擁有最優質的節目 以及最新款的家電 旨在486團購 請問487團購 einf討提供 Для擁有這次事